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在自己的厂房里养了七条狗 来过的朋友都知道 对于这个爱狗人士呢 就特别喜欢说 哎呀大坤小庄呢 养了这么多狗太可爱了 摸来摸去的 跟小狗互动 对于这个不喜欢小狗的朋友呢 就是特别的烦 说养这么多狗干嘛呀 我身上扑还丧是不是 我和小庄呢 虽然这个不属于极致的爱狗人士 但是也比较喜欢小动物 然后这个千金呢 是怎么回事呢 是我们养的时间比较长的一只狗 它的性格呢 比较温顺 这个不争不抢 你要关在笼子里呢 它也不叫唤 你要给它放出去呢 它也慢慢溜达 虽然呢 像这个年龄呢不大 才一岁多点 但是那个性格比较沉稳 平时呢 也不关着它们 就是在院里溜达来溜达去 有的朋友说了 你这个狗啊 出门让车创了 这责任在你 是不是 因为你正常 这种狗都应该拴绳 咬着人怎么办呢 这个大家说的都对 但是呢 作于我们这个养法来说呢 平时就是放在院里散养 谁知道呢 它那个 它出去溜达去了 这也是不是人为控制的 因为它总拴着呢 对它们的身心健康 我感觉也不是太好 然后呢 狗被撞了之后 大家也看到开头了 它叫得很惨烈 这个下巴啊 还有这个 腿啊 还有脚啊 都撞坏了 整个下巴已经都撞碎了 然后呢 我们就开了个紧急的小会议 大家七嘴八舌的说 有人说把它送到狗肉馆去吧 啊 这也这样东西也没法救了 有人说这个东西 狗的东西呢 这个骨头呢 好痒啊 时间长了 自己慢慢就恢复了 大家七嘴八舌的再说 后来呢 没办法呢 我们就给他联系了宠物医院 联系宠物医院之后呢 简单了 看了一下这个情况 咨询了一下 说要大概一万块钱 八千到一万 六千到一万 都说不准 甚至可能一万多 对于我这个 从小接受的教育程度也好啊 还有我这个经济条件也好 还有我这个能力也好啊 是基本上是不可能 花一万块钱去救一条狗的啊 就在理论上 但是呢 后来仔细一想 这个生命跟金钱比起来呢 这个还是生命更重要啊 不管它是什么呢 是小动物也好啊 还是什么也好 只要是涉及到生命的问题 它就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了 所以说我当众啊 一拍板 就是大坤一拍板 说救 这样呢 我的爸爸妈妈就领着 他到了这个 哈尔滨的宠物医院啊 去了几家之后 第一家要很贵 要两万 第二家呢 这个谈来谈去啊 一个很很 也是很大的一个宠物医院啊 谈到这个 八千多块钱啊 就确定就这些钱 然后进行了一个救治 刚才大家看到那些片段 都是救治他的这个过程啊 回来之后呢 然后这个已经站立起来了 已经那个能开始吃一些 这个软的东西了 为什么吃软的东西 因为他下巴坏了 下巴碎了 里面打的都是钢板 大家看那个腿上的毛也没有了 因为那个腿里面也都是钢板 脚趾上也都是钢板啊 虽然呢 跟以前的这个状态 不是特别一样了啊 以前这个能跑能跳 现在可能是只能慢慢悠悠的走了 但是呢 最起码他这个恢复了生命 保持了这个能活下去的这个这个状态 我感觉就挺好 他在伸懒腰了 回复健康了 走两步 对 走两步 你现在身体状况不好 你先回笼子里吧 来 回去吧 你先来坐笼子 进去吧 你不能落笼子 回我吧 千斤 千斤就成为了我们整个厂房 七条狗当中 身价最高的狗 因为当时小庄是花一百五十块钱给他买回来的 现在咱们就算花了八千块钱给他治病 他的身价现在就是八千一百五 以后他的名字就叫八千一百五 不叫千斤了 那我的妈妈 我以前就出了了 我依然是八千块钱的 对 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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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阅